我愛這樣 就是說他剛特別有強調 就是所謂主流媒體 那開玩笑 就是說我覺得 當然我覺得良心 我覺得這題目 對我來說蠻挑戰的 就是說其實 我覺得 我比較喜歡這個題目 就是說 更亮眼這個字 就是說 我不敢說這個叫良心 或是說 我也 我不太喜歡 我也不好去評價說 什麼報是有良心的 那現在 每天大家看到的分屍案是沒有良心的 我覺得這個部分 有一些主觀的判斷 我覺得 這個部分由讀者 由觀眾自己來決定 那基本上我不太 我不太去強調是不是良心這件事 但是我覺得還蠻棒的 這題目其實 非常吸引我 讓我想了 很長的時間 那我想說這個東西怎麼樣跟大家來做一個 一個分享 所以我在商業週刊五年的時間 那大家就負責 傳統產業 服務業 或是汽車 或是房地產 這些 產業的部分 那 大家知道就是 可能大家不陌生 就是說 商業週刊 是一個蠻 主流的媒體 那我們有發行量的壓力 那我們的 幕後的 我們背後的股東其實 是 siptime.com 李家持 其實我們 在五六七八年前 這個 金偉辰先生 何飛鵬先生 張宏志先生 這些創辦人的 大部分的股份 都賣給香港 所以 我們基本上 現在是幫香港人打工 所以 當然還好 是香港 對於我們的 我們的 內容部分 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干預 那我們有一個銷售的壓力 其實我們必須要獲利 必須要成長 必須要不斷的 那 我想先講一些 多一點的一些經驗 因為我想從 角度出發 那我還蠻喜歡在商周的挑戰 因為 商業週刊也好 或是說這種 所謂的財經雜誌 天下 商周這樣的財經雜誌 它基本上 它的讀者都是 呃 比較 所謂的中產階級 或是異見領袖這群人 那 呃 我只是說我們的讀者群 是這樣的人 因為 媒體 就是我們溝通的是哪些人 這個是要清楚的 那 所以當我們這樣的 這群讀者 他要求的東西 他要求的品質 他要求的 呃 標準其實是非常高的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 對我來說是工作的挑戰 乃至於你要在裡面行銷一些議題 或者說你想要講一些你想報道的事情 那 呃 我舉一個例子 其實你會發現最近 合適的事情很熱門 但是商周並沒有處理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這件事情 找不到漂亮的角度 找不到漂亮的觀點 什麼叫角度 什麼叫觀點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分享 那 所以我們後來覺得 銷售率也不見得會好 所以我們在一些商業上的考量之後 我們並沒有很大篇幅去做這個題目 所以我們在挑選題目上 會在乎我們讀者怎麼看 會在乎我們讀者要不要買 其實99塊一本 說貴也是蠻貴的 他可以買兩個便當 就是 而且現在免費資訊很多 現在你在Seven 呃 買個便當 或是喝杯咖啡 把架上的拿來免費看一看 也可以 對我們媒體工作者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 有時候必要性 為什麼讀者要花99塊 一年花三四千塊 訂回去 或是買回去 那他站在Seven看一看就好啦 現在大家 消費緊縮 現在大家 免費的資訊這麼多 為什麼 還是要 還是要 買一本雜誌 所以這本雜誌 必然對他有幫助 必然對他有 帶來什麼樣的幫助 或是對他的投資理財 有償的能力 或是他 從掠讀的這個過程 得到了一些什麼樣的 樂趣 但是 即便我們面對 這樣的一個商業的壓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對我來說 是一個有趣的挑戰 因為我向來還是認為 傳播就是你必須要 要盡可能跟很多人發生關係 才有存在的價值 不然他可能就叫文學 或是說你只是想要寫一些 抒發自己的 那我覺得傳播的好玩在於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沒人看 它就意義就不大 那當然你說那個叫銷售量 但是我也不太用銷售量 我覺得任何的報導 包括環境議題的報導 或是彭老師他們 努力的長時間的 在做這些環境的新聞 我覺得 前提是要我們看啊 那我覺得有人看這件事情 更好玩的是說 讀者要看什麼 觀眾要看什麼 我覺得這個題目好玩 在於說公益這件事情 良心也好公益也好 就是我們要去講一些好的事情 我們要講一些對社會有幫助的事情 還要很多人看 我覺得這是蠻挑戰的 我意思是說今天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電視台很爛 我們還是不得過接受 因為電視都報一些不正常的事情 都報一些危言耸電的事情 因為他必然要搶奪最多的眼球 就是報一些驚悚的 或是三色星的 不管是這個平面或是 為什麼叫三色星 因為他可以吸引很多人看 那因為 在我們傳播新聞 大家都非常 都完全都可以同意 這個 火咬人物是新聞 人咬狗才是新聞 那我們今天要把一個公益的事情 要把一個好的事情 去讓大家講 去跟大家講說 這個事情很好 但是大家覺得 對啊他很好啊 臨時孫子很好啊 我也知道幫爺爺奶奶 翻行李很好啊 我不反對 沒有人會反對這件事情 但是他怎麼樣讓這個事情更亮眼 更被關注到 我今天大概從這個方向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講一個正面的事情 講一個合適的事情 大家都同意合適 對每個人的生活很重要 那我想也沒有人會反對 島上有很多人 包括藍的也好 綠的也好 沒有人會反對 要有一個危險的東西在我們家後院 但是這件事情已經非常明顯了 已經非常清楚可見了 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今天在寫一個報導 為什麼讀者還要看呢 就是早睡早起很好啊 但是我今天寫一篇文章 告訴你早睡早起 要營養軍很重要 你會看嗎 你不會看啊 我覺得這個還有你講嗎 但是我告訴你說 哇有一個女生怎麼連吃了幾天的泡麵 然後怎麼樣 就講一些奇怪怪的東西 大家就 他自然會吸引注意 那我覺得 這裡的有趣跟挑戰在於說 為什麼一個好的事情 就是說現在台灣 我覺得不是台灣 就是媒體 其實報導好的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好的事情是沒有賣點的 講得比較簡單 好的事情不容易有賣點 好的事情不容易有賣點 就是希望大家做公益做好事 這個不會有賣點的 所以怎麼樣有賣點 怎麼樣讓你的新聞被注意到 以至於我們想要去推動的事情 能得到更多力量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我所認知的公益報導 能發揮的威力 怎麼樣透過我們的 透過我們的文筆 透過我們的媒體的形式 讓更多人關注 以至於產生行動跟影響 我覺得最後是產生行動跟影響 就是這還是一個媒體的角色 不然我覺得今天大家寫寫書行文 表達一下大家對這個家國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優求 先天下之優惡 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今天既然我們要傳播 既然我們今天要花時間去 把它印出來 把它砍出了 然後佔用很多月聽人和眼球 所以我們想辦法當這件事情 變成有影響力 有影響力 那有影響力 然後產生行動 剛剛跟大家分享說 核四這件事情 我們後來實際上說內部有做好多事好多事好 我們後來發現這個題目怎麼寫 好像都很難產生影響力 因為它大概現在已經比較難用一個能說理 或是說也不是這樣講 就是說太多情感跟複雜的東西在裡面 不容易因為一個報導才生影響 這個是我們覺得說 與其這樣 然後砍了很多樹 把這些東西印出來 表達我們很關心 so what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覺得是報導的一個 的一個起心動念 就是說我們希望這件事情 改變 希望這件事情有影響 我舉這個例子 臨時聲音 我想大家應該都聽過 這個事情 那我現在有 我這邊有十份的網路上的文章 大家可以給我傳幾下 就是說 我現在要講的是臨時聲音的事情 我想大家多少都 不知道的人應該沒有吧 好